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三姐妹的故事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是可以講整個季節都講不完 所以我們只能夠摘取其中一些重點來講 基本上都會掛一漏萬的 如果大家讀者再想聽多些不同方面 再詳細地論述 希望大家記得要支持民國史地和堅尼地球的頻道 今天我們會主打說宋美玲 宋美玲大家都知道是中華民國的第一夫人 她的家族背景我們稍微要去看看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家族培養三姐妹 都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叱測風雲 無論你覺得你的政治立場是怎樣都好 你都不能夠否認他們是改變了這個國家 宋家其實本身開創的那個人 當然就是宋家樹 就是他們的爸爸 但宋家樹本身就不是姓宋的 他本身是姓韓的 自稱是宋代名相韓旗的後人 但後來因為家族家道中落才過繼給他的親戚 改姓宋 他的親戚就很好 送了宋家樹去古巴 去體驗 古巴因為當時跟美國非常友好 所以他後來去了美國的南方 去讀書和做牧師 做牧師就一定會接觸到一本書 就叫聖經 在那個年代印聖經是一個很自負的一門生意 大家可能以前去過酒店 都見識過每一間酒店的房間 都會擺一本聖經 只是印聖經他已經印到自負 於是他同時也生起一個念頭 就是他希望用他的財富 去幫助中國的革命事業發展 印得書就自自然而 除了印聖經之外 就想去想 不如印革命小冊子 也正正是他這一個事業 就和孫中山的革命 就扯上了關係 我們看回這段歷史 通常我們現在說到 宋家、王朝 會比較強調他們是一個 正經才權的結合 但是剛才說到那個重點 就是那個宗教背景 而在外國是比較多一些 世家結合了這個神權 在中國近代 這種玩法是比較少的 而宋家其實是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真的有一個宗教背景 於是他們涉足政壇 或者商界 都會帶出一個以前 中國政壇很少看到的 基督教的面向 亦都因爲這樣 連蔣介石等人 都跟他真心是假意 都變了 跟這個宗教有關 這一點我猜是跟其他同期的大家族 比較不同之處 因爲你沒有了這樣的精神面貌 所謂是很難解釋之後 他們這一家人推動的某些活動 而對中共來說 是無神論謝 自然就會把這些信仰 倒閉 而這一點我想 比較少 學者用一個 宗教角度去解釋 國共來自某些的遲隱後果 關於這一方面 我就有聽過有人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 國共的戰爭 或者國共的對決 某程度上來說 都是一種 以基督教的西方文明 在中國的一個普及 對決一個 以這個無神論 或者叫做這個 將所有東西都是 被二元分化了的共產主義 融合了這個 中國傳統的這個農民 意義或者叫做農民 革命的一個 出來的混血兒的一個對決 那最後當然就是因為 這個共產主義 它遊合了這些 比較我們說叫土炮 的主義 於是乎 就能夠 驅逐到這個西方 的基督教 的一個文明 在中國的傳播 最後變成了 這個基督教文明 在中國的傳播 變成只能夠在台灣一語 實現 因為我們看回 今時今日 在台灣 其實基督教的勢力 是有時候被人低估的 好像說 長老教會 在今時今日 還是很有 扎根社會的影響力 而且是本土的 而在49年之後 在中國大陸帶過去的那批 另外一些比較走高層路線的教徒 而這些影響力 在49年前的民國 都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 但通常就真的幾局限在上流 精英圈子 好像剛才說到 宋家健他們涉足政壇 有影響力 很多人因為他們的原因 亦都是無論真還是假 改信這個基督教 對全教固然是很有幫助 他們亦都嘗試過搞一些 人民群眾運動 好像親生活運動 但他們就沒有共產黨那種 手法 組織網絡 就是比較離地 用今日的說話這樣說 但回看回頭 當時那些綱領 就不單是叫大家 什麼叫文明開化 背後就正正是有 信仰 可惜就有些水兔不服 看回頭是幾可惜的 如果那一套 中國是可以落地的話 當然全世界都不會弄到今天這樣 關於這個新生活運動 我們稍後就一定會提及 而且還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篇幅 今天我們講關於宋美玲的故事 大概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她早年 她怎樣認識到這個蔣家 第二就是 宋美玲這個新生活運動 以及她的宗教生活裡面 怎樣去影響到中國的歷史 第三就是這個宋美玲 她去到 跟隨著她的夫君 蔡總統蔡公 蔡總統蔡公 去了台灣之後 對於那個發展會是怎樣的影響 先說回她早年的生活 她三姊妹其實都是在美國讀書 後來回到上海的時候 她當時在上海公佈局做一個兒童工作秘書 這個雖然說是一個秘書仔 大家都日後對這個工作的起始 是比較忽略了 但是其實我個人看回宋美玲的經歷 其實這個工作對她以後都相當大的影響 因為她當時最能夠連繫到 國共雙方 所謂的夫人的交際 正正就是靠這些兒童的工作 譬如她開展孤兒的學校 即是國民革命先烈的遺屬 她開一些學校去撫養孤兒 抗戰時期 她做護士去照顧雙兵 照顧戰火裡面的兒童 這些都是每一次由她和她姐姐宋慶寧出面 然後召集一批國共領袖的夫人 她一同參與 這個其實都頗有基督教的精神在一面 她本人我想從小到大都在一個很典型的宗教氛圍那裡長大 這件事真的影響到她的一生 看回她整個人生的軌跡 去到她過世的時候 都是言必談聖經 而她所謂教化的人 全部都是用宗教的語言 所以在中共的文宣 就經常都覺得她很虛偽 因為你一方面經常都說神 這些東西 另一方面當然你作為一個 第一夫人 和當時這樣的環境 當然會做很多權謀的事 這兩個形象加在一起 當然是有落差的 所以在中共的文宣入面 就覺得她是愛權 這些宗教都是用 要來濫權的手段 和要來麻痺人心 因為根據共產黨無神論者 沒有任何信仰 所以這些做出來當然是騙人的 這就是官方正視 現在這一刻所謂 政治正確觀對她的看法 就是在中共那邊 但看回她自己的角度 當然她不會這樣想 看回她人生的軌跡 她覺得自己是 做一個 神的仆人 無論她是國共內戰也好 抗日戰爭也好 或者她對中國國內的改革也好 甚至去到台灣也好 全部她都覺得自己是做一些 有些像西方的基督教 政黨那種作風 推廣一些自由民主的理念 然後 背後又有一個信仰 亦都希望越來越多人信越好 而這件事我想正如剛才這樣說 在今時今日就比較少人關注精神的層面 只是著重了這家人和權力的交集 這是比較可惜的 沒錯 所以 這個宋美玲不單是影響了她的基督教信仰 而是影響了她自己的人生 最重要是她後來影響了她的夫君 也就是蔣中正的政治和價值的觀念 關於這部份我們就留下一集 即是我們的下半集 請大家去這個 蔡唐文國史地 訂閱 又或者是堅尼尼頻道的Youtube頻道和Patreon那裡訂閱